好,我们今天要教的是时数与指对数 好,我们今天负责的单元呢,是1-3的指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它是观念是非题 好,你说A的负二次方怎么写成呢 那其实可以分成两步骤来看 那我们知道本身A的二次是长这样子 那假设放一个负号给它呢 它代表说它要导数的意思 这变成A的二次方分之一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圈 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它是这个考你啊,底数一样的话 相乘,指数该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相乘的话,指数是做相加 所以是负二加五,所以是A的三次 所以它是对的 我们看第三题 A的五分之三次方怎么写成呢 那我们就分两步骤 分数字五跟数字三来看 我们知道数字三那就是本身就是三次 那假设分母方的是五的话 代表说它是要开五次的意思 所以是会这样子写成 所以第三题是错的 看第四题 所以这两个是否互为导数啊 那你就分别来写嘛 一个是七分之二次方 那本身呢,就是先怎样 先两次 然后呢,再开七次 所以它长这样子 那我们看第二个,二分之七 二分之七的话呢 代表说它本身是怎样 先七次 再开两次 那二我们可以做省略的动作 那显然意见这两个应该并不是一个导数的关系 所以答案是差 我们看第五题 那A的根号三的二次 会等于A的三次吗 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这个会是相乘的关系 所以是A的二根号三次方 所以这题答案是错的 好,我们到了基础题的第一题 这种化解啊,这种方法 我们会建议你 就是一步骤一步骤来 像第一题 二的负三次方 我们就分负号跟三来做处理 我们知道三的话呢 二的三次方是八 负号的意思 代表说你要变成导数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八分之一 好,第二题 第二题是二十七分之 二十七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我们分三跟一来看 三的话代表说你把什么 二十七要开三次 所以我们得到了三 那负号的意思 等一下要做导数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三分之一 好,第三题 二十七分之八的三分之二次方 一样我们分成数字三跟数字二来看 我们先处理数字三好了 数字三代表说是要开三次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得到是三分之二 那我们再把三分之二再怎样 二次就好了 所以呢 二次方算出来答案就是九分之四 好,我们往下看第二题 第二题想要将你将指数化成更四啊 你就一样分步骤来看 第一题 A的四分之一 代表说A本身要开四次 第二题 A的二分之三次方 代表说他本身先三次 然后怎样 你再去给他开二次 那二的话呢 通常我们可以做省略的动作 所以是长这样 第三题 A的二分之二次方 还代表分负号二跟五来做 那我们先来处理二的部分 是A的二次 五的意思呢 代表说你要放分母嘛 代表说他是开五次 那负号的意思代表说他要导数 所以他就会长成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项链根是化成指数 那我们一样分步骤来看 第一题 A的五次开根号 那五次就是五次啊 开根号代表放在分母 所以是二分之五次方 第二题 第二题怎样 他本身先三次 然后再开八次 所以分母放的是八 所以是A的八分之三次方 第三题看起来有点复杂 没关系就分成分子跟分母来看 分子还是A的二次 分母开三次代表是三分之一 好,底数一样相除指数做相减 所以二减掉三分之一 我们得到的是A的三分之五次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想要请你做化简的动作 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A它的分底数是A 也有分整数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数好了 整数你有9有2 这边有3 那我们可以先做约分的动作 3跟9可以约分 刚好剩下3 那他刚好做整理 是不是符合你题目里面的二分之三 就代表说数字的部分 不是你这题该做的了 对吧,因为我们已经检查完了 那我们只剩下底数是A的动作 那我们就检查 来计算一下A的部分 好,我们先看分值好了 分值我们知道底数一样 相乘指数做相加 所以呢,是三分之二 加上什么? 负的二分之三 好,那相除的话 我们是相减 所以我们再减掉二分之一 还要再减掉下面的三分之一 好,那我们再做分数的加减运算 那你得把底数都换成一样 才能进行加减运算 所以呢,我通通把它变成 跟六有关的好了 所以是六分之四 顺便去掉括号哦 所以是减掉六分之九 减掉六分之三 再减掉六分之二 好,那你可以经过计算啦 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经过计算 它会等于A的六分之-10 那我们再帮他做约分的动作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A的-3分之五 题目是问你A的T次方T是多少啊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3分之五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请你做化简 那它看起来都是跟数字3有关 所以我们要把它整理跟3有关的式子 以第一个来看的话呢 根号5乘根号5是5 所以是3的5次 好,那我们再乘上啊 第二个27 我们知道本身是3的3次 然后呢,外面再怎样 -3分之二次方 好,再乘上 乘上的部分呢 一样它是一个分数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分母来看 分母我们照超 好,分子我们一看就知道是2分之1乘上5 所以是2分之5 好,那我们就进行整理啦 第一个还是3的5次方 还没有动 第二个呢乘上什么 底数一样 它直接相乘嘛 对不对 所以是3的-2次 第三个才是利用底数一样 相除的话呢 我们是做什么 相减2分之5 减掉2分之1 是剩下2 好,那这三个都跟3有关啦 那底数一样都是3 相乘指数做相加 所以我们得到了3分之5 题目5是3的k次方 k就是5 5 好,我们进到第六题 第六题想要让你比较这四个数的大小 那这四个数看起来都跟3有关 所以我想要化成跟3有关的东西 底数都是3 那我才能做比大小的动作 那我们从第一题来讲好了 3分之1的0.4次方 那我们知道3分之1 那就是3的-1嘛 所以是3的-0.4 好,第二题 它是什么呢 它的分母是5 分母是9开5次分之1 那我们就分步骤来讲啊 9的话呢 是3的2次 然后开5次代表说分母是5分之1 那你要把它导数过来 所以是3的-2分之2 那一样我们把它写成小数好了 大概比较好比 所以是3的-0.4 好,第三题 是2分之1开5次 那27的话 我们本身知道是3的3次 那把它导数 所以是3的-3次 那外面还开5次啊 所以外面呢 我们还有个5分之1次方 那我们把它乘开 所以是3的-5分之3 5分之3就是0.6 所以3的-0.6 第四题 9的-3分之1 哎,就是简单多了吧 9我们知道本身是3的2次 2次外再-3分之1 所以是3的-3分之2 好,那我们可以来比大小啦 底数都是3嘛 那我们看谁的指数最小 那我们一看就知道是-3分之2 会最小 原因是-3分之2是-0.6多 好不好 所以这题答案呢 就是9的-3分之1 好,我们进到第七题 第七题呢 称为一个什么 放射性元素的原子衰变 减少一半的时间 我们称为半衰期 题目说原本数字是 原子数是n 经过x日之后呢 变成n乘上a的x次方 以之甲元素的半衰期为6日 诶,所以你可以知道什么 它经过6天 它的原子数剩下一半嘛 一半就是1分之1n 对吧 那我们经过6天 按照刚刚那个四值来讲 我们可以知道是n 乘上a的6次 因为经过6天 那n跟n可以做抵消 那2的话 我们本身可以知道是2的-1 会等于 a的6次 好,我想要知道a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会自动做什么 两边都乘上6分之1次方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什么 2的-6分之1次方 就叫做a 可以吗?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问是什么 它说n日后的原子数 是n加4日后的原子数的几倍 那我们知道n日后的话呢 它应该是n乘上a的n次方 除于什么 n加4日 所以是n 除于a的n加4 好,那它们都有n啊 可以做抵消 好,那底数都是a 相除的话呢 指数会做相减的动作 所以剩下a的-4 那a你刚刚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它叫做2的-6分之1 所以我们可以来写啊 它叫做2的-6分之1的-4次方 那我们就可以经过整理 它就是2的3分之2次 这是第一题答案 所以很简单 第二题 它说30日后的原子数 是60日后的几倍 那我们一样做计算嘛 30日后 所以是n乘上a的30次 除于n乘上a的60次 可以吗? 好,那跟刚刚的计算方法一模一样 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n跟n做抵消 底数都是a相除 会做相减的动作 所以是a的-30 那我们知道a本身是2的-6分之1次方 再-30 所以是2的5次方 2的5次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32 所以这两题的算法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看到第三小题 第三题稍微复杂一点点 它说,哎,90日后 我知道它的原子数量是k 那到底几天后是16k呢? 那我们就一样的方法 哎,90日后 我们可以怎么假设 这是n乘上a的90 n乘上a的90次方 分乘上a的90次方 通常乘上16 可以吗? 通常乘上16啊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 也知道什么 我的16k 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我稍微帮他做整理一下 这是n 乘上a的90 16我写成跟2有关的好了 所以是2的4次方 這時候會是16k 可是重點是我要把它化成跟a有關啊 那我們知道a本身是2的-6分之1次方嘛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整理 我們看看喔 n a的90 2我要跟 我要把它變什麼 跟2的-6分之1有關嘛 那這時候代表說我外面應該要乘上多少給他啊 是4-24 這樣才滿足這個嘛 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等於16k 好我們再做一次整理啦 n 好這邊是a的90 那2的-6分之1次方 我們知道是a了嘛 所以是a的-24 等於16k 好我們快結束囉 我們可以把它寫下來 來底數都是a相乘指數做相加 所以是66等於16k 那你按照題目的定義 你就知道a16k的話呢 是66天后 好我們來看到第8題 第8題呢 他說地球跟太陽的平均距離為一天文單位 然後呢 他說行星跟太陽的dau可以用成這個數學式子來表示 然後還告訴你說火星跟太陽的平均距離是金星與太陽的平均距離多0.9 講的有點多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它有哪些式子可以把它列成 第一個 他說地球跟太陽平均天文距離是1 然後地球你就知道對應的數字是n等於1的時候 那我就把它帶進去啦 帶到我們這個式子哦 好吧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來寫了 α加上β乘上2 像是1嘛 2的1次 他說距離是1 好吧 好我們看第二個式子 他說火星跟太陽的平均距離 來火星它對應的數字是2 所以你知道是α加上β乘上2的2次 他說怎樣 會比金星跟太陽的距離多 所以他等於金星數字n是0 所以是α加上β乘上2的0次方 多了0.9 好那我們就利用這兩個式子怎樣去解連力呀 好那我們稍作整理一下吧 第一條式子我們知道是α加上2β會等於1 第二個式子我們知道是α加上4β會等於α 2的0次方是1 所以他只要加上β加上0.9 好那我們直接看第二個式子啊 他們都有α可以做抵消 β一過去所以我知道3β它會等於0.9 所以弟弟我們答案就其實很快就出來了 你可以知道Aβ等於0.3 你再把β帶到第一個式子裡面 就可以知道α等於0.4 好我們看第二小題 他說天王星是繼土星之後較遠的啊 他想要讓你求天王星的距離 那我們看天王星它的數字是6 n等於6啊 所以α剛剛求出來是0.4 加上0.3 你現在n要代多少 代6 好我們經過計算啊 是0.4加上0.3 2的6次是64 好你就自己去計算囉 這題答案就是19.6 第二題他說有一個什麼 在高色斑馬上找回了古神星 他距離太陽是2.8 他想要問你說這個古神星所對應的n值是多少 來要你把它帶到式子中 你知道0.4加上0.3 0.4加上了β β是0.3 好你現在不知道n是多少 然後呢他會等於2.8 好我們把0.4拉過去 加的就會變成減的了 所以現在變成了0.4 再把0.4 然後再把0.3除過去 所以你知道2的n次方會等於8 然後可以知道n就會等於3 好我們看到第9題 喔是進階題的第一題了 好我們基礎題已經完成了 我們進到進階題 好他問你求a的值啊 那其實這題也蠻簡單的 為什麼因為他想要叫你求a 你知道a的4分之3次方是8 那你要求a的話你可以做選擇 兩邊乘上了3分之4次方 那你就知道他會等於什麼呢 就是a 好那8的3分之4次方呢 我們先把8開3次好了 8開3次就剩下了2 所以剩下2的4次方 所以答案就是16 好 好第二題 題目想要告訴你說 我已經知道5的k次方是64了 想要叫你求25的 4的4的3分之4 4的3分之4 好那我們知道25本身是5的平方嘛 所以是5的平方 4的4的3分之4 好可是我想跟他換成5的k次方有關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就是5的k次方 外面再負3分之2 也是一模一樣 對吧 那5的k次方我們就可以換成64啦 所以是64的負3分之2次方 那你就分成3步驟來看 有負化有2有3 先處理3好了 64開3次我們知道是4 所以你現在知道是剩下4的負2次 那我們知道2的話呢 4的2次是16 給個負號變倒數 所以這題答案就叫做16分之1 好我們到進階題的第二題 隨何題了 他說循環時間跟身體質量的四分之一 次方乘正比 那他的比例常數是k 所以我們按照題目 我們可以寫出一個式子 t呢 會等於m的四分之一次方乘上k 好第一小題想要叫你說 利用這個大項的數據 求出k值 那我們知道時間呢 是148 重量呢 是5230 5230的四分之一次方乘上k 所以你可以知道 欸他的k呢 就是148 除以5230的四分之一次方 好那我們就要按計算機啦 題目已經請你按計算機了 那你要怎麼按呢 那你看旁邊的計算機喔 你就先按148 對吧 除 你在除誰 除5230 所以你再按除 5230 有四分之一次方式 你就按shift的鍵 配合這個鈴 你就按的數字是4 再按一個等號 你就可以算出來了 答案是17.32 題目到你小數點第一位 所以呢他的答案應該就是17.3 好那你先不要動喔 那個k值你先不要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二題需要用到 看一下第二題的部分 第二題說利用1的這個結果 假設我已經知道它的重量是70了 那想要叫你求T啊 就是要循環時間 所以我們知道是70的四分之一次方乘上k 好那你剛剛現在計算機是k值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在乘上70的四分之一次方就好了 你就按乘上 乘70 70 shift鍵 然後按這個鈴 再按數字4 再按等號 所以算出來是50.125 題目叫你到整數 所以答案就是50秒 這邊可以嗎 那我們1-3就到這邊結束囉